为啥崩铁的砖武要采用光追的形式 而不是像隔壁那样抽武器改变外观呢 我给大伙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 如果说砖武可以改变武器外观 那给机子抽砖武 就会变成给机子抽个大卫星 给青雀抽砖武 就会变成给青雀抽一盒麻将 给卢卡抽砖武 就会变成给卢卡抽个钢铁一只 如果上述这些 你都觉得其实还好 甚至有点喜欢感兴趣 那问题就来了 给花货抽砖武该抽什么 是抽装鞋还是抽个全新玉卒啊 这哪个都不 我是好像更喜欢的